美国医学界除了出现全眼移植手术成功的好消息 也有一名因为肺衰竭而濒临死亡的男子 靠着人工肺和乳房植入物 在紧要关头保住了性命 医疗团队切除了患者严重受感染的肺部 并为他配备一对双D型乳房植入物 将他的心脏固定在适当位置 为他争取了更多宝贵时间 等待接受双肺移植手术 你如果你有没有咬尽 你能看到有没有咬尽 你能看到有咬尽的心脏 一位的手工医学生 非常有语言 给了我一语言 什么是什么的複婴 什么的形式和这些 我们找到一位的医生 比较比较多的 所以这就是想起来的 我非常感谢 我甚至能够放入言语 他们给了我一个第二次机会 34岁的鲍尔早前染上烟瘾 后来更因为流感而使得肺部受感染并开始衰竭 他的病情严重 2017年转移到西北纪念医院时 很快就因为肺部感染而心脏骤停 病情一度严重到无法接受手术 为了救活鲍尔 医生开创先例 直入乳房甲体 以便为他争取更多时间 进行肺部移植手术 十分幸运的是 鲍尔在接受乳房甲体直入手术后 第二天就等到了肺部捐赠者 手术至今五个月过去了 鲍尔有望完全康复 是三个月之后 月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